红宫是在白宫全部建工后的第45年 也就是我士德里拉曼元祭后的第8年开始修建 1690年2月22日开始建造我士德里拉曼灵塔和破建红宫 1693年4月主体建筑完工 1693年开始给样下平头对筹等附属建筑及红宫店内的壁画 彩绘装饰五四灵塔其他佛塔造像等工作 1696年完工 共花费6年多 当时的DC三级加速开始策划修建五四灵塔店的事业 一是选址的问题 二是设计策划图 三是测出施工所需要的材料来源等 据石料记载DC三级加速计划 原先把拆除早期的法王洞和圣观音店 把红宫建在布达拉宫的正中央 当时考虑到某些知名人士的意见 顾及法王修行动是松生干部的修行地 圣观音店是松生干部 唯一共分 本尊的寺庙 拆则毁坏古迹 又赋予名义 最后在乌世达拉宫林前和吉祥天女化下前 占卜两次表示军不能拆 于是保留了下来 将其东西两面的所有寺庙拆除进行了扩建 红宫修建的计划图里规模比现在的还要宏大很多 这些商界加速从玄奘本地和内地尼泊尔蒙古等 找几上万工人修建红宫计划在三年内建成 红宫楼楼层是13层 其中地龙是6层 高纹117米 有114间房子 134门扇 191扇窗户 440根柱子 221间地龙 修建的时候 岩石和地基交界处灌入了生铁丝 同时西面角的翔体是双层一直沿袭到了7层 对地基牢固起了很大的作用 正面布达拉宫的山脚下 红宫建完以后立立一个无字碑 由于是五世达利喇嘛的逆上期间 所以没克制 红宫的西大殿位于红宫四城中央 面积达776.2平方米 四周墙壁精心绘制了2215组壁画 记录了五世达利喇嘛的家族史和本人传记 东北九约15组壁画 讲述了五世达利喇嘛于1652年间 顺治皇帝的全部过程 布达拉宫的壁画总共有2500多平方米 其中红宫里最多 红宫里面有29个殿堂 28个交道的银制堂和8座金制堂 还有较大的三座石器堂 还有三块清朝皇帝遇刺的鞭 五世达利喇嘛灵堂 左右有八座佛堂 灵堂右边第一座是叠联堂 第二座是吉祥多门堂 第三座是降佛堂 第四座是尊圣堂 而灵堂左边的第一座是菩提堂 第二座是神变堂 第三座是灵河堂 第四座是涅盆堂